平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吗 小心诈骗哦 桃园有名彭小姐 她在网络买了几千块的衣服 居然最后是付出 一千五百多万的代价 因为有诈骗集团盯上了她 未装成银行行员 还有金管会的人员 假称她汇款错误 然后就以连环诈骗手法 把她账户里头 一千五百多万都骗走了 虽然后来刑方逮到了一名 提供人头账户的嫌犯 但是钱根本追不回来 上网买衣服 很多人都有经验 不过却有人只是买几千块的衣服 竟然被骗了一千五百多万 一名彭小姐透过网络 要帮小孩买衣服 不过却接到诈骗集团 伪装成银行行员的电话 说汇款错误要重新操作 让她陆续汇出了数千到数十万元不等 彭小姐得知受骗后 为了要拿回被骗走的钱 诈骗集团竟然还假扮金管会人员 说要先清空她的户头 要她先把钱汇到指定的账户 才能继续调查 不疑有她的彭小姐 就这样立刻把户头里的 一千五百多万分多次领出来 没有想到那个指定账户 竟然直通诈骗集团 那妇人就聚到歹徒的指示 甚至于林会提款 将存款户里面所有的款项 提领出来 转到所谓歹徒称的 这个保管的账户里面 那最后妇人 这个经过十余天以后 才惊觉上当受骗向警方报案 一直到户头里的钱都被骗光了 害怕被家人发现 彭小姐几乎崩溃 这个得知被骗以后 就嚎嚎大哭 那心情绪也非常的低落 警方寻线追查 抓到了一名嫌犯 但嫌犯公称 自己只是提供人头账户 而且落网时户头里 只剩下九千两百块 彭小姐的钱还是没有下落 警方强调银行或政府单位 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操作提款机 要是接到类似电话 请民众千万别上当 明日新闻赖国斌桃圆报导